你一定经常遇到手机没电 然后随便找个朋友的充电器 插上去充电的情况 不少人可能觉得和原装充电器不匹配 会对电池造成损伤 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 一般来说主流的智能手机 包括iPhone、iPad或者Android平板在内 都是有不同的充电协议支持的 骁龙系列的手机一般为QC协议 麒麟系列的手机一般为FCP协议 而iPhone则是经典的PD协议 而即便是各家厂商的原装充电器 都不可能只兼容对应手机设备的一种 往往都是PD、QC、FCP等多种协议同时支持 在充电器上也会标注 比如5V2A、9V2A、12V、1.67A等多种模式 通过内置智能芯片自动识别 所以一般来说 只要使用的是有3C认证的非杂牌充电器 都是可以给各种智能手机充电的 只是可能受限于协议、电流、支持 不能达到你手机最大的快充工业 但作为应急使用的临时充电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